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实际的讲一下 就是我们就作为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卖家 那我们关心的一个内容 那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打算要介入这个跨境电商的话 那每一个卖家可能都避免不了 就是需要去做一个选择 那就是你是去选择去做 当然我说的是做这种第三方的卖家 就是不包括这种就是做独立站的 做独立站的因为它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第三方卖家呢 你必须面临一个选择 你是去选择去做一倍 还是去选择去做亚马逊 还是选择去做这个书卖通 那或者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三个平台 同时都去都去做 但是我相信在当你支援和你的那个团队 都不太充足的情况下 那么你会选择其中某一个平台去开始起步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第一点呢 就先说一下 就是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 就是这个亚马逊 Ebay 书卖通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 那大家都知道 先说一下亚马逊 那亚马逊呢 目前可以说是整个跨境电商方面 就是最火的一个平台 最火的一个平台 那既然它火 我相信一定是有它火的一个原因的 那整个亚马逊上呢 目前这个 无论从产品的这个利润率 还是从产品的一个就是一个量级 那整个都是目前来说 这个跨境电商平台里面最大的 但是呢 我们去选择这个亚马逊的时候呢 也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相信很多老板 他也会发现 就是亚马逊的那个团队很难招 那你基本把人招过来呢 也是这个人员 他要的这个工资 往往要的会比较高 而且因为亚马逊呢 现在在中国 它是2012年才开始 就是正式开始招商 我印象里面 它真正开始就是说 变得就是为大家所知 应该是在13年14年这个样子 所以从13年14年到现在呢 其实也才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行业呢 有经验的这个运营人员 其实并不多 并不得 所以说这也导致了 就是目前 整个亚马逊这边的这个运营人员 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工资 都是偏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如果各位老板打算 以这个亚马逊为一个开始的话 可能这方面需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关于这个资金方面 那因为亚马逊呢 目前来说 基本上80%的这个产品 都是通过亚马逊的这个仓库 就是FBA去发的 那通过FBA去发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那你首先需要把这个 把你的产品就是从深圳 把他发到这个 发到美国呀 发到英国呀 那个法国意大利呀 这个这些国家的这个FBA仓库里面去 那这个就 避免不了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这个资金的占用 会 会比较大 资金的占用会比较大 因为你每一次发的话 可是需要发的这个数量 你肯定不能像在国内一样 就是我一次发个一个两个 那我至少可能发个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 那当然等后面我们做大了 那甚至会发一个货柜呀 几个货柜那样子 所以说亚马逊呢 他对这个一个公司的这个团队资金 这方面的一个实力 我觉得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相信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的话 他的这个投资回报也是比较好的 那这是亚马逊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Ebay这个平台 那Ebay呢 可以说 Ebay目前是我们整个这个 跨离电商平台里面最成熟的一个平台 有过十几年的一个历程 我相信就是深圳这边很多 就是目前几家上市的这个跨离电商公司 那包括这个环球一购啊 那通通啊 柳树啊 善为自己家 那基本上都是从Ebay这边起步的 所以呢 经过这么十几年的一个发展 那Ebay这边 目前在我看来也是 最成熟的一个跨离电商的一个平台 最成熟的跨离电商平台 所以呢 那我们再去招人的时候 再去扩充我们的团队的时候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的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这是说从团队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Ebay对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资金 周转 是目前来看是最好的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Ebay这边目前是通过 PayPal 去这个 去收款 那PayPal里面的款项呢 基本上 它一 就是买家 把钱打到你这个PayPal账户里面 理论上 你马上就可以把钱提出来 拿去去买货也好 那去 去做什么也好 就是说 所以说Ebay呢 对对我们的这个资金方面 它的这个支持力度 实际上是 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也是 也是目前这几个 快点电商平台里面 就是 对资金要求 最小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相信 这也是很多 做快点电商的这个 卖家 很喜欢Ebay的一个原因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 阿里巴巴的这个书卖通 那书卖通呢 事实上我们 我们公司接触的 算是比较多 因为从 刚开始创业 就是大概 2011年 开始注册这个 开始注册这个书卖通 到2012年 开始有一个 小的一个团队去 去专门去做这个书卖通 到现在 其实可以说起来 有五六年的时间 就是跟这个书卖通的接触 那书卖通这边呢 因为它是背靠了一个大树 就是这个阿里巴巴 所以呢 就是整个 书卖通这边 它的很多风格 跟国内的这个 天猫啊 淌宝啊 是比较类似的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 就是国内的这个 卖家朋友们去 接触书卖通的时候 他觉得 很熟悉 没有什么 就是好像 很陌生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呢 算是书卖通的一个 一个好处 那另一方面呢 我记得应该是从 14年 13年底 14年初开始 就是书卖通这边呢 他开始成立了 专门成立了自己的 这样一个 运营团队 那这个运营团队呢 因为我跟他们 也算是有过 比较多的一个接触 那其实我发现 他们对国内的 这些品牌商 那比如说像 这个国内 像海尔啊 像这个华为啊 这些小米啊 这些比较大的品牌商 事实上他们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 在国内 就是在品牌积累方面 或者说在天猫啊 京东上 你的品牌已经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品牌 那我觉得 去选择去做书卖通 开始你的那个 快速电商 我觉得是一条 非常不错的一个路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因为它的这个后台操作 基本上 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习惯去定制的 所以我觉得 任何一个这个 一个团队 那即便是你的这个 即便老板的这个英文水平 国字很好 那其实去操作 这个书卖通的后台 一般 因为它后面 也是全部都是 用汉语去表达的 所以呢 也是比较容易 去介入的一个平台 对 所以呢 书卖通这边对我 觉得对我们这个 中国的这个 快电商卖家来说 是一个最容易介入的 一个平台 但是同时 那因为它这么容易介入嘛 所以也会存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 竞争的这个激烈程度 我觉得也是 这目前这几个平台当中 这个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平台 对 那这是我个人对 就是这几个 跨电电商平台的一个 一个分析 那希望能够 对大家有点帮助 就是这边的另一个 也有点帮助 我对大家有点帮助 小尔 倘 以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